大家好 我是Stan 2020年 韩国演艺圈也好 YouTube圈也好 真的是发生了非常多不好的事情 其中IDOL成员退团以及团体解散的消息 应该是最让粉丝们伤心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2020年退团以及解散的团体 首先是在3月份 PIX成员红饼为了庆祝个人直播 一周年打开了直播与粉丝们互动 但是因为当天红饼喝的酒有点多 而在直播中说出了很多 类似举及其他IDOL团体们的内容 之后因为这个争议 道歉后宣布停止活动的红饼 在5个月后的8月7号 正式宣布退团了 接着在4月2号 Polibagansar Chungi的所属公司 发出声明表示 经过苦恼后 成员吴基雍决定退团 而Polibagansar Chungi不会加入新成员 将会以安吉雍艺人体制继续活动 之后在吴基雍发表新歌的时候 很多网友们都质疑 收录取得部分歌词在举及安吉雍 而引发了两个人 是不是因为不和而分开的争议 虽然吴基雍有解释过不是举及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认为 吴基雍是因为与安吉雍不喝而退团 接着在4月12号 女团Pink Pantaki的队长Aini 因为足底紧膜炎而体力下滑等原因 决定退团 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Aini将会以摩特尔继续活动 然后在5月31号凌晨 男团AB6的队长 一明明与朋友见面喝酒后 开自己的车回宿舍的路上 酒驾被抓而被吊销了驾照 结果原本计划6月8号回归的AB6 也延迟到了29号回归 但是因为之后争议还是持续不断 6月8号 所属公司再次发出声明宣布了 一明明退出AB6的消息 之后AB6将已经制作好的专辑 MV周边商品等 都重新修改后 以私人体制回归了 然后在7月份 AOA前成员米娜 在IG爆料了被同地成员 持续10年收到70的内容 虽然一开始米娜没有公开成员的名字 但是根据IG的内容 网友们马上就查出 该成员应该就是AOA的队长齐敏 之后齐敏也跟经纪人 一起去了米娜的家 也上传了道歉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正义变得越来越大 结果在7月5号 所属公司宣布了几名退出AOA 并停止所有演应活动的消息 接着在8月10号 透过Produce 101第二季 获得知名度的 Limitris成员UNISOC在IG爆料 在2019年出道活动不久之后 公司突然通知要加入两位中国成员 接着出现了成员之间的不合 挑拨离间 语言暴力等事情 就算多次找公司代表也没有用 因为忧郁症恐慌症越来越严重 再这样下去会崩溃 所以多次找了代表希望能解约 而原本好答应解约的代表 接耳连三的改口拖延 因为实在太累 我甚至还试图 然后在第二天 公司正式声明了UNISOC的退团消息 最后就是女团BUSTERGE BUSTERGE是今年成员退团最多的团体 首先是在3月 成员行则通过广告宣布了退团 然后在8月 所属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成员们因为部分极端粉丝们导致的事件 而失去了对歌手活动的意志 公司为了尊重艺人们的意见 决定起诉前沿野色3位成员的退团了 就这样 从2019年退团的民将民纪 到2020年退团的这4位成员 BUSTERGE创下了 所有出道成员都退团的不光彩记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解散的K-POP团体 X1 X2 �星 X2 X3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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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한 척해 아이러니 넌 모를지 트레이 라니아 스펙트럼 데이드림 네오 펀치 웬더 나이 키나피아 음 아� başka 이제는 이렇게 sequence 잠깐 안녕 좋은 것 오늘의here 빠르게 방송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